拒絕盲目跟從,堅持聖經公義,這裏是門徒公義 現今的教會基本上沒有見證可言 教會的領袖很多都是維穩、親共 現今的聖經公會就爆了幾宗東西出來,又牽涉性那方面 又牽涉錢那方面,還涉及管浩明買了地去宿舍 但又沒有住宿舍,又丟空了宿舍 變相炒樓 即是說,你今時今日的主流教會有這麼多醜聞 你怎麼說全福音呢? 說什麼全福音呢?不用搞什麼主國留香港 搞什麼報道會呢?沒有意思 你就再搞,再去吹動三福四律,是沒有意義的 為什麼?因為現在教會墮落的程度 已經是,不是你維穩那麼簡單 你說什麼?你連最基本的道德標準都沒有 只是覺得我沒有犯法,我合法就什麼都可以做